张军号称中国第一汉匪 由组织有计划地制造了一系列害人听闻的重大特大刑事案件 在重庆湖南湖北等地持枪持蟹抢劫故意杀人 抢劫枪支弹药至28人死亡 抢劫财物价值人民币536.9万元 手段极其凶残狡诈 气焰极为嚣张 给社会造成了极大危害 而今天这部电影《除暴》 就是以张军为原型的故事背景改编 故事开始 一家新开业的金银首饰店 店里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就在所有人都把注意力放在金银首饰上面时 一个人的对讲机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 只有三个字八分钟 随后这个人关闭了商店的卷帘门 又有几个人同时戴上头套 向导购员做了一个挑衅的动作 拿出身上的枪朝天花板开了一枪 开始实施抢劫 这群劫匪的行动非常迅速 很快就把金银首饰洗劫一空 这时一名劫匪抓住了想要报警的导购员 将他拉到大厅里凶狠地把他一枪打死 同时在门外望风的同伙告诉这群劫匪的老大 商店外有一个人正在偷看他们的行动 这个人名叫钟成 今天刚被派来到省城当刑警队长 回警局的路上 他坐在车里看到一家新开业的商店 门口却没有一个人 心生疑虑走到门口透过卷帘门 看到里面这群劫匪正在实施抢劫 他看准机会达到一个在门外望风的劫匪 刚准备打电话通知刑警大队 却被其他赶来的劫匪用枪托打晕 抓到车上当成人质 在车上 劫匪的老大张笋十分嚣张 他用枪抵住忠诚的头对他说 这时警车从四面八方追来 张笋看事情不妙 用不蒙上钟成的眼睛 给他戴上头套 这时钟成突然起身咬住了张笋的耳朵 张笋挣扎中将钟成推下了车子 随后钟成被警察当成劫匪抓住 经过一番调查才确定钟成的身份 将他放了出来 出来后的钟成和同事们讨论案情 根据掌握的资料 这群劫匪并不是第一次作案 之前就做过多起特大抢劫案 手段残忍 每次行动时间都很短 导致现在都没有抓到他们 劫匪图总共有六个人 每次作案时 外面都有一个望风的 提供最佳的逃跑路线 就在警察焦头烂额的讨论案情时 张笋又和同伙盯上了一家银行 早早地来到这里踩点 他们精确到 警察每次赶来的时间只有七分钟 但是这个时间对于张笋来说完全够用 最后众人讨论用什么东西打开保险箱 众人各执一词 询问张笋的时候 他说给我一根绳子就够了 随后他们开始了抢劫前的预演 几天后 张笋领着这群劫匪来到银行对面的一家小贩馆里坐下 观察银行的一举一动 等待抢劫的最佳时机 行动前张笋向服务员点了六碗面 随后他们拎着枪走进银行 戴上头套后 一枪打死门口保安 张笋留在大厅里念时间 其余劫匪用绳子打开保险柜 将里面的钱全部洗劫一空 当警察来到之后 他们早已经逃之夭夭 警察们看着保险柜上的绳子 都不相信用绳子就能打开保险柜 忠诚拿鞋带给他们演示 劫匪用绳子分别拴住四个保险柜 将他们互相交错打上截后 中间的部位就成了一个滑轮 只要稍稍用力就能打开保险柜 银行的情况了解完后 忠诚带人到银行周围进行排查 走进小饭馆时 服务员告诫忠诚几人 刚才有人已经给他们点了面 这时忠诚才明白 他们被张笋这伙劫劫匪给耍了 他们先是来到面馆点餐 随后去银行抢了钱 又返回饭店 一边吃面 一边看着警察过来 这对身为警察的忠诚来说 是奇耻大辱 随后忠诚推算出 张笋一伙人一定会再出来作案 想要作案就会买枪和子弹 所以忠诚决定排查 全省所有的贩卖枪支的走私贩 经过助理的调查 终于查出 张笋每次作案前 都会找一个假装卖挂利的走私贩 到他那里拿枪 两人找到这个走私贩 助理将愤怒的情绪 全部发泄到了这个走私贩身上 对他拳脚相加 最后这个走私贩为了家人 良心发现答应帮他们寻找张笋 同时抢劫完的张笋等人 找个地方进行分赃 总共才15分钟就抢了150万 但是人的贪心是无止境的 他们这一次准备再搞个大的 这一边 忠诚等人正在吃饭 突然得到消息 张笋又出来作案 抢劫银行 迅速出警 领枪 开车来到案发现场 这一次他们没有晚到一步 忠诚赶到现场后 发现楼上有一名望风的劫匪 枪将他打倒在地 已经冲出包围圈的张笋等人 为了不留活口 又倒车冲会案发现场 拿着冲锋枪向无辜群众开枪 惊散了人群 然后和警察们面对面开枪 张笋走到受伤的同伙旁 向他扔了一颗炸弹 送同伙上路 然后开车准备逃走时 警察用枪打掉了广告牌 掉下来后正好砸在了劫匪的车上 不过劫匪很快冷静下来 凭借手上的火力压制 又抢走了一辆车 将原来那辆车炸毁 不留下一点证据 然后成功逃走 失去一名伙伴的张笋等人大为愤怒 为了给同伙报仇 他们绑了多名警察 并在警察发的物资上 写下挑衅的话语 随后张笋带着这群劫匪 开始在各省疯狂的作案 并且每一次作案的手段极其残忍 伤及无辜杀害路人 但是由于警方对张笋等人掌握的资料不足 总是慢他们一步 这样的情况整整持续了一年 最近张笋又做了两起大案 他们抢了两个矿场的工资 总共有两百多万 还打死了不少无辜的路人 忠诚发现这两起案子的做法和之前一样 分析出肯定还是张笋等人做的 同时由于矿上一直拖欠工人几个月的工资 这次工资终于要发了 却被别人抢走了 工人们心生怒气大闹现场 忠诚看到后鸣枪警示 发誓一定会找到抢劫的凶手 才平息了工人们的怒气 随后忠诚他们得到消息 张笋一伙人要到外地作案 为了能够抓住劫匪 警方在银行商场安装了大量监控 还有不少便衣警察每天巡逻 更加强了不少的安保人员 这些严重破坏了张笋的计划 而忠诚因为过度的劳累产生了幻觉 最后支撑不住 晕倒在工作岗位 就在他在医院休养的时候 张笋认识了一个温柔的女人 两人就结婚住在了一起 很快有了孩子 身上的钱已经差不多花光了 张笋再也忍不了了 他给同伙发去密码信息 将他们全部约在羽毛球馆 准备再干一场大的 这一次张笋他们盯上了市区内 最大的银行运钞行动 运钞地点多达五个 越往后运的钱也就越多 他们在银行门口蹲点的时候 一个小孩的东西掉到了他们身边 张笋捡起来没有还给他 而是给了他一个炸弹 警察局里 忠诚经过严密的分析 预判出了张笋要作案的地点 张笋看到运钞车抵达现场时 二话不说 直接掏枪打死了运钞员 枪战随即开始 当他们抢完钱开始撤退时 忠诚等人也开车赶到 双方在街头开始了大混战 忠诚的助理被张笋连开几枪 生命垂危 在生最后一口气时 打开了张笋车辆的后门 不让他们抢走一分钱 张笋开车的速度太快 惯性的原因 先全部掉在了地上 张笋看见后气急败坏 往胡同里扔了一个手雷 炸毁了街道 阻挡了警察的追击 抓捕结束后 警察排查现场 忠诚从小孩的手里 找到了那枚炸弹 这一次的抓捕又落空 损失还非常的大 不仅伤了30多名人员 还有4名押解员被杀 众人陷入了深深的悲痛当中 在忠诚的带领下 众人化悲痛为力量 继续加大力度搜捕 案发几个小时后 查到其中两名劫匪的藏身之处 忠诚迅速带人赶到现场 那两名劫匪持枪拼死反抗 警方损失惨重 忠诚的战友被劫匪的炸弹 炸掉了右手 张笋和另外一名劫匪 趁乱乔装打扮逃离了现场 忠诚通过劫匪们的往来记录 分析出张笋有一个老婆 于是派人24小时盯着她 果不其然张笋回来了 不过她并没有回家 而是去了邻居的家里 观察自己的老婆 张笋打过句电话对她说 我活不了了 你走吧 可以去找上一次那个男人 两人随后约在电影院见面 女人也很听话 剪掉了他们的所有照片 唯独留下了结婚的合照 随后前往电影院 警方迅速出击抓捕了女人 在她的家里 找到了她和张笋的结婚照 户口本 还有多支枪支弹药 经过忠诚等人的分析 得出他们的约会地点 就是在电影院 于是立刻率人包围了电影院 张笋刚露面 就对她实施抓捕 汉匪头目落网后 媒体纷纷报道 但是真相只有忠诚自己知道 抓的这个人不是真正的张笋 因为他的耳朵并不是咬的 而是用刀切的 结婚照也是张笋故意安排拍的 忠诚确定张笋肯定还会出来作案 那他就会联系以前卖给他枪的人 于是忠诚就扣留了卖枪人的所有传呼机 果然耐不住寂寞的张笋发来了消息 不过是两寒暗雨 一直下雨的地方 雨快停了快过来 经过忠诚的分析 下雨的地方就是澡堂 于是警方排查了全市的大大小小的澡堂 忠诚顺着线索走到一家澡堂 发现老板是一位没有听力的老人 于是他拿出在张笋家中搜到的助听器 判断出这个人就是张笋的母亲 张笋肯定在里面 老人仿佛也知道忠诚是什么人 非常心痛的对他说 张笋在里面 于是在这一间澡堂里 张笋和忠诚第一次正式见面 两人先是互相寒暄几句 张笋拿刀先下手为强 刺向忠诚 将他的枪打掉 忠诚反应过来磕掉了张笋手上的刀 两人赤身肉薄 拳拳到肉 以命拼杀 让人看得血脉喷张 最后忠诚制服了张笋 将他押回了警局 几个月后 张笋团伙被判了死刑 在押赴刑场之时 平常气焰嚣张的张笋 终于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露出了恐惧和害怕的神情 随着一声枪响张笋团伙全部覆灭 你喜欢这部电影吗 欢迎打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的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想了解更多 记得关注加一哟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